打算放这个片段吗 这个片段很尬哎 哎来看一下有多尬 不住 一会儿周路 呃一分钟的时候帮我 站一下视野我要合到眼 有个孙病呢 嗯 跟我呀跟我呀 他气死了 他是真的着急 我们俩是真的要好 但我们俩生活中 从来不打这个游戏 那是了 很破坏的感情 因为我我们俩曾经打过这个游戏 就是 就属于两三天不能说话那种 哦 是 导演组你知道 哎导演组正很快 哎默契时刻 妈妈两个 哎我真的会蟹我真的 你去战美战士 你呢你干嘛去了 人家不告诉你 站一下河道他又抢河道蟹吗 你军俱乐部了 你还不知道啥叫河道啊 不是你平时玩 你也知道啥叫河道吧大哥 你为什么要跟着汉哥 汉哥是个中路哎 你五级了你还跟着汉哥 你看就是电竞的人都会 看着就会生气 就我刚才说这些根本不需要上场道电竞 啊 就是游戏 我实话实说你这个真挺窒息的 真的不太行 我感觉什么时候 你为啥要去吃营证的雪包 我跟张大大一起打游戏的胜率为 学习维你要对我们同学有有这种信心 哎然后就有弹幕说 有人说绿茶巾绿茶巾 就是我我也会觉得很差 那其实我真不说绿茶巾 但也的确是又好气又好笑 可能就是也不能怪剪 我跟你讲不能说剪辑话 你要说剪辑话 你刚才说的 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 剪辑吧不错 是这样子 如果说的话剪辑会给你剪的更差 你看杨敏的动作比如说 然后接我是这样 就是你你就是没 我没有这样 然后人家就说 嘟你嘴呢 就是在下面骂我一个绿茶巾 还要给我的表情放这样 就变成了杨敏说我我男男人委屈 忍不住嘟起了绿茶嘴 哈哈 就是这种就是这种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这 哎呀我这个很妙 这很有意思 我们看着很高兴 你们看着高兴是吧那就行 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好笑吗 我坐在车上 这都是我的工作人啊 我突然把这个游戏打开 他就这样 哼哼就这样笑 我说你们礼貌吗 不是我说你们礼貌吗 司机师傅也笑 说张老师 你那个打那个网子打得蛮好 我又看那个视频哎 哈哈哈哈 真的 当时我参加的时候 我真的是想要怎么样是吧 通过电竞精神 让大家认识不一样的我 你每次干一个事 你都真的好有想法呀 参加我是歌手 让别人认识主持人以外的我 认识了吗 认识了 确实认识了呀 哭精 戏精 认识了呀 参加全力以赴的我们 想让大家看到一个阳刚 拳击男人的我 参加喜剧节目 就是为了让自己变得幽默 幽默 更讨喜 因为我看你看贾琳 沈腾 黄渤 多丈人喜欢了 我参加演《请》 就我也是这么以为的 如果演好了 哎呀我说不定有机会演什么 电影啊 我越想越兴奋 我觉得会有一天我能站到那个 领奖台上 你懂吗 你真敢想啊 你是真敢的 我当然怎么想 我在背台说还说呢 本来我是要演 我是路人甲的 但是被人家选走了 只剩下我和我的祖国和 许焕山三十而已了 你说我怎么选 许焕山 要演一个渣男 肯定选渣男啊 选渣男啊 是张一老师那角色吧 对 多多难呀 多难呀 主要是底下的评论老师 评论的也就是有点太传神了 而冬生老师 第一句话是这么说 旁边那位女演员 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完全没有看你的表演 因为张大大对吧 你的表演 每一个细节 真的太吸引我了 因为你就演得 演得好像那个 那个那个小偷 哈哈哈哈 我当时我以为一开始 要夸你是吗 对 哈哈哈 我以为他说太吸引我了 哎 我想说香港金像这样 离我也就是近在咫尺了 他是主席啊 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了 你试图通过参加一些节目 让大家看到你没有的那些动物 哈哈哈哈 哈哈 对 你正常来说啊 我我不会说我哎 我想通过一节目 给大家展示我的性感 我就不会有这种 哈哈哈哈 你看 对 你的礼貌吧 你看那 对对对 阳长避短吗 我就是内于阳短 逼长第一人 真的内于阳短 逼长第一人